从机场的大厅里面就可以看到熊熊的烈火 当地时间周五下午有一辆接驳车抵达航夏的时候 突然是起火燃烧 消防人员及时赶到扑灭了火势 而为了安全起见 机场宣布到午夜之前取消所有离境的班机 索性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的伤光